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继续上八字女 这一套八字女过后我们来看BJ还有没有机会杀猪 落地地波一把抓住 天堂之言再怼一下 反正这一个 KING是逃不过八神的魔掌了 肯定逃不过了 落地继续给他来一个八字女 打住41连还没有死 那就再给他一个42连 最后小葵清允与点栏目 45连他终于死了 咱们来到下一局 第四场来看BJ的克里斯先生 确实很难呀 几率很小 几率很小 你想反三 几率真的很小 葵花清允与点栏目 按倒在地继续来一个八字女 收割一下 落地地波一把抓住 天堂之言继续炸飞的板边 落地葵花清允与点栏目 又两次百合者 又两次百合者 现在葵花清允与点栏目 落地葵花三世继续给他一个八字女 我说八神比邓丽还难 他肯定就很容易了 是吧 我肯定就很容易了吗 现在来看第五局 第五局看BJ的莉安娜 我如果说八神很容易就反三了 那有可能可能这个就很那个难了 反三 哎 跳地金箍跳地压制后撤 刚一个CD没有接住 下半两点 哎呦 差点中超臂 空中 空中强反 这个强反也是速度很快 百合者对手还是闪出去了 这个百合者看来已经被对手给猜到了 八神仍然是疯狂的进攻 疯狂的压制 莉安娜也进行一个抢反 双方都没有了抢反的机会 下半一点中手 八神这一次 终于来了一个八字女 这一次 如果不失误 绝对反三 绝对反三 肖峰抓住葵花清允 三世带一个八字女 而成功反三 结束 两个关注再走呗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